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中国大陆的律师袁玉来还有徐立平 1月7号被青岛南区法院限制人身自由 有多名中国大陆的律师赶往现场声援他们 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晚上仍然被困在青岛南区派出所的袁玉来律师表示 他当天到南区法院要求法院能够加快审理 拖延了近两个月的财新网记者陈宝成一案 但是却被八名法警驾着扔出了大门 事后一名法警反而诬告他打人 袁玉来被困青岛的消息传出之后 大陆各地的律师连夜赶往青岛声援 先期到达的律师他们在法院门前举着标语要求放人 据大陆维权网的消息 到当晚九点半两位律师还被限制在派出所内 而在法院外声援的律师也没有人出面来接待他们 另外因为办案被限制人身自由的 还有广州的律师刘世辉 1月5号广州市民肖青山还有张胜宇等人 被指为组织六四二十五周年天下围城绝食活动 遭到广州市公安局月秀分局大东派出所的人员带走 刘世辉律师前往探视却被限制人身自由 当晚广州的六名律师就到大东派出所抗议 公安却否认刘世辉在内 1月7号中国大陆的六十多名律师发起了联署 要求广州警方立即释放刘世辉并赔礼道歉 中国大陆城管暴力执法日前再酿残货 山西借修市的一名卖水果的中年男贪犯 因为不堪城管的欺压 一时冲动往自己身上浇汽油自焚 身体被严重的烧伤 据自由亚洲电台在1月7号报道 1月2号当地十多名城管人员 在借修市火车站附近一带取缔违规摆卖 要将这名摊贩的货品还有摩托车充工 这名中年摊贩是几番哀求无效 于是悲愤之下就往自己身上浇汽油自焚 据报道这名摊贩在那里摆摊已经有十多年了 近期城管以整理市容为名 开始经理小摊贩 因此当地市民质疑 城管执法不公存在着腐败问题 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